今天我們會講第一課Temperature and Thermometers 表面上是溫度和溫度計 實質上我們要講的都是溫度和溫度計 因為這一課很簡單 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兩件事 先有些山字大家的認識 但這個我就不逐點講 我們直接去開Section 1.1 我們會講到Temperature and Temperature Scale 即是溫度是什麼 以及Temperature Scale是什麼 先講講溫度很簡單 中文來看我們會說 有一件物件就會熱即是高溫 有件物件會冷即是低溫 即是有高有低 所以溫度來說我們平常常生活 代表了一件物件有多熱或多冷 英文說是這樣的 Temperature is a measure of the degree of hotness 即是有多熱 這個degree不是道數的意思 這個degree是指程度 有多熱或有多冷 我們會用hotness這個字 我們怎樣去量度溫度呢 當然複雜一點 我們會用溫度計 但簡單單來說 我們可以用手去探測一下 我們就知道物件會有多冷或多熱 譬如我們看左邊的幅圖 中間就有一杯水油水 如果我給你一杯水油水 你覺得它是冷還是熱 那似乎有什麼天氣給你 如果夏天的話它會涼涼的 如果冬天給你的話你會覺得冷 所以我們這隻手 多多一點可以說到 一個物件是冬還是熱 是否可靠當然不可靠 我們做這個實驗我們就知道 挺有趣的 你可以回家做 當然我們堂上也會做 很簡單 拿三個杯 中間就是水油水 左邊就是熱水 右邊就是冰水 你把你的右手放在左邊 你的左手放在右邊 你明白我吧 相對來說左右會反轉 OK Anyway 我們就放進去 這個 你的左手放在冰水裡 Iced water 不是放在冰裡面 因為放在冰裡面 你的手可能會被凍傷 冰水是零度 放在30秒其實都很凍的 但起碼你不會受傷 放在冰的話 你可能會受傷 好嗎 OK 冰水就好了 堅持30度可以 30秒可以的 沒問題 30秒 30秒之後 你把你的手指拿出來 放在中間的杯子的水 那你現在告訴你 究竟你會覺得 熱 還是覺得 冷 這樣我們會很困難 為什麼呢 你要這樣看 你這隻 這隻是你的右手 你這隻右手放在熱水 剛才是很熱 現在放在水下水 會變得涼涼涼 你的左手 原本放在冰水裡 現在放在水下水 你會覺得水下水有點暖 因為你的腦就在神經錯亂 左右就暖了 都不知道是冷還是熱 那你一時三發 你很難說到 這個杯子的水有水 究竟是冷還是熱 OK 因為這個是我們 我們人的感官 可以是錯誤的 對不對 我們的你的手 你的右手 長期在熱水裡 感官 即是對冷熱的判斷 是會遲鈍的 OK 所以我們的手指 或者我們的觸覺 對熱的程度來說 是不可靠的 不可靠 那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是用儀器 用什麼儀器 當然是用不溫度計 OK 好了 所以我們Temperature 就講完了 正不正 講完一半 所以頭一半 你只知道什麼是Temperature Temperature is a measure of the degree of hardness OK 你冷一點的 或者你忘記了D 這個字也可以的 It's a measure of hardness on an object 也可以的 接著我們就會講 Temperature scale 我們常生活 主要用的就是 兩個Temperature scale 一個不多怎麼用 第一個 這個不多怎麼用 Absolute temperature scale 我們會在第二第三課略略講 第五課就詳細地講 所以我們先 skip OK 我們接著會講講這個 這個比較少用的 這個叫做Fahrenheit Temperature scale 它的 symbol是大加F 有時候你會在坊間看到沒有這個圈圈 其實應該有的 可能它懶不寫 其實應該有的 跟Dewy Celsius一樣 這個Fahrenheit就是華視 我們應該很少用的 其實在那些日常生活 你除了在醫院很老套地說 你現在發燒了 燒了多少度 燒了104度 快點送去醫院 不是已經是醫院 你在診所 探熱 燒了104度 好多人怕 快點送去醫院 那個104度當然不是攝氏 你攝氏燒104度 你的血都滾了 噗噗噗噗噗噗噗燒了 是不是 你整個人都可以 不用送去醫院 送別處 OK 這個我們比較少用 但是有些國家 有一個大國 有一個泱泱大國 還在用這個華視 兵不是用攝氏的 知不知道哪個國家 知不知道哪個國家 知不知道哪個 不知道 美國 美國這個國家很奇怪 科技很先進 但是民間用的數學制度 還在用很老套的尺寸 尺寸是長度 你知道 你的溫度是用華視 不是十進制 還有車速 車速不是kilometer per hour 它是用miles per hour 很奇怪 我們不理 我們只說第三個 第三個當然大家知道是攝氏 這個說說 這個不斷說說 這個華視 華視用攝氏的換算就是這個 華視等於攝氏成1.8加32 如果發燒到40度 這個就是40度 這個如果是40度的話 40乘1.8就是72 X2加32就是104 好嗎? 考試一下嗎? 不考的 只有G字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我們就會說攝氏 攝氏當然我們經常會用 這個符就是大階師 有個圈圈的 沒有個圈圈是錯的 一定有個圈圈的 這個攝氏 它的由來很複雜 我們不用知道怎麼來的 我們知道怎樣去制定這個攝氏 這個制定其實都不難的 很簡單的 概念就很簡單的 我們要用一些冰水 以及用一些滾水 冰水和滾水 用來做一個參考 我們會定兩點 然後將這兩點斬開100分 冰水的低點 我們英文叫load fixed point 滾水的 我們叫做 upper fixed point 我們就定 我們是科學家定 0度 在冰水的時候我們叫0度 在滾水的時候我們叫100度 我不喜歡100度 我用1000度也不行 沒問題 不過1000度太大 為什麼要1000格這麼多格 我不喜歡100度 我只要叫10度 可以嗎 可以 不過10度太少了 中間那些經常都要點數 0度去到1度 中間要用0.1 0.2那麼快 我們日常生活 都不可以這麼粗略 所以100度剛剛好 齊塵整整 所以我們就定 冰水的時候叫做0度 滾水的時候叫100度 我們為什麼會用冰用滾水 沒有很緊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 經常會用到水 而且在冰水 在0度的時候 它就會change its state 中文就叫變態 太就是形態 當然不是很會數的那種變態 你不明白 我還未知 因為它會轉變形態 Change its state 所以我們就會用冰水 還有滾水的時候 它就會由水變水蒸氣 100度 都是Change its state 很普通的 我們常生活都會見到 遇到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兩點 做一個Lower fixed point 和Upper fixed point 然後就把這兩個溫度 中間斬開100分 這樣就可以了 那0度的時候 一點就叫做Ice point 100度是Steam point OK 好了 那接著我們去嘗試 做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很簡單 大家看看 我們看看 好 我們看這個答案 A 答案就是0度和100度 記住 這裡一定要加Degg Celsius Degg Celsius 中文你也會說0度和100度 你不會說0和100 那算 那100 100是甚麼 100cm 100kg 你要講個單位 單位physics來說 非常重要 一定要加單位 OK 好了 答案就是0度和100度 喔 為什麼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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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 答案就是這兩個 但是你要懂得這樣寫 因為 這個0度 究竟指Lower fixed point Upper fixed point 你要指明 對不對 所以你最好寫 complete sentence The lower fixed point is 0 degrees Celsius And the upper fixed point is 100 degrees Celsius 你要這樣寫 OK 要不然我怎麼知道 哪個打哪個 哪個Lower 哪個Upper 好 接著我們看B B B問你 How can you reproduce this temperature 怎麼繁殖 這個溫度 怎麼繁殖 什麼繁殖 這個其實不是繁殖 這個其實就是 如果用英文的話 可能repeat 這個字可能會好些 或者說中文 怎麼去重演 其實就是 我怎麼可以再示範 多一次給你看 怎麼會是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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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就是把那些冰 放在水裡 變成冰水 攪拌 攪拌一會 讓它變成冰水 另外你把水煲滾 我便可以重演到 這個Lower fixed point And upper fixed point OK 好 這個就 有個字眼 大家要留意 最好就是 加這個字 就是 pure pure melting ice 為什麼這個一定要是 melting ice 就不敢pure ice 因為冰 冰可以低於零度 你可以負五度負十度 你把水放在冰格 雪三個小時 可能會負五度負十度 所以 我一定要 如果有些冰 我一定要把它放在水裡 剛才我不是說 攪拌 攪拌均勻 令它變成 melting ice 因為當它溶緊的時候 溶緊的時候 一定是溶到的 OK 它就不是真的冰 它是溶緊的冰 溶緊的冰 一定要在零度的時候 才開始溶 另外 你便把水煲滾 但一定要是 這個就是 pure boiling water 為什麼一定要pure 就是因為 如果水有雜質 會影響它的 burning point 一般來說 我們 鵰骨神絲 蒸餾水 它的burning point 就是一百度 純水 但如果有些雜質 例如放些鹽 放些糖 放些雜質 放些雜質 它的burning point 會高一點 所以我們要用 pure water 用純水 或者蒸餾水 煲滾它 就可以重複到這個過程 另外一個字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這個 at normal atmosphere pressure 就是當我們去煲水 煲水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在一個大型壓力 你說有些情況 會不是一個大型壓力嗎? 會的 譬如你住在高山的地方 高原 你在西藏 西藏那麼高 差不多海拔四千米 煲水的時候 它的溫度不是一百度 會的 知不知高過還是低過? 大溫是 大溫是低過的 會低過一百度 因為高山的地方 氣壓就會低 水就容易煲滾 容易煲滾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你很快就會煲滾 但是水溫就不太熱 可能只有九十度 煮食 溫度不夠 沒那麼快熟 很快就會煲滾 但是水溫很久都不熟 OK? 另外一條 大家自己試試做一做 然後自己對答案 這樣會飛的 這個很簡單 好 這樣就飛了 這個字是嗎? Ascending order Ascending order 就是由小到大 OK? 由小至大 另外一個就是Descending order 就是由大至小 這個就是Descending order 你有時候會撈亂這兩個字 你記這個字 Descending Increase and Decrease 你不會撈亂的 因為經常用 Increase and Decrease 你記這個字 是否頭兩個英文字母 是Decrease的 兩個沒有關係 沒有的 應該沒有吧 OK? 但是這個 你自己用這些爛鬼方法 去幫你記 Decreasing Descending 都是在下 越來越細 OK? 這個不是現 那你就不要記這個 你記這個 OK? 所以叫做 說兩句 你一定會封寧 你 你